才等你后花雨 今宵如此美丽 孤孤闻着青风 株生闻着夜去 今宵如此美丽 是一首歌唱美好生活的歌 这样一首歌在歌词的创作上 有着新的尝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歌词 能够打动听者 一首好歌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文化试点即将为您畅想 革命就在仙山上 相逢不回忆 今宵如此美丽 给大家介绍作者 首先是曲作者李鑫 词作者石顺毅 石老师写了特别多好听的歌词 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的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你说有一个作家 跟您说过一句话 您一直记在心里 叫写小说 不能装孙子 我很欣赏陈建功的一句话 我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宾馆写小说还是写歌词 就是你不能端着 你不能装 你装的东西 就是容易假 宾馆你搞什么艺术创作 你要是一装的话 我就认为那就是言不由衷 那人们老百姓是不会喜欢的 你应该还是要说心里边的话 所以陈建功的这句话 是说到您心里的那个 对 所以说我很欣赏 所以说我就是从我这个 搞歌词闯了这么多年了 我始终认为一点 就是唯有真情最动人 包括我们今天写的这个 季孝如此美丽 这季孝如此美丽 在李鑫老师头脑里 是一个什么环境 什么场景下面 唱起来特别贴切的歌 这首歌呢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可以唱 参加国家重大节日的时候 也可以唱 因为就是舒怀 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向往 对自己心灵深处 对生活的感悟 通过歌曲把它抒发出来 另外的通过这样的 朴实的感情 也唱了对祖国美好的一种祝愿 唱起来得顺 得顺 歌手要是能碰到这样的歌 是挺幸福的事 很幸运的演示 是很幸福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歌唱演员来说 能够遇上一个好作品 真的是非常难 尤其现在 所以这个都是要靠机遇 但还有一个叫默契 就是他了解你 或者说他不了解你的情况下 他能写出一个合适你的歌 那就是运气 如果了解你的话 那是默契 我提个问题 就是你看 就是李丹阳唱一首歌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就说 那是李丹阳的歌 但其实可能背后的词曲作者 另有其人 但是他们就是做的那个工作 我们就不熟悉他们 你们作为一个歌手 自己去约一个歌 整个这个程序是怎么样的 你去找这个词曲作者怎么约啊 非常直接的 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主题的歌 我得选这个歌 大概合适哪个方面的曲风 合适哪个老师作词 因为跟着主题 根据他的这个内涵的不一样 可能我们对这个词曲作家 对歌唱演员来说 也有一个就是取向 我觉得这个老师跟合适 往往这个歌唱家 他提出 约歌要搞创作的时候 有一个基本的心理需求 然后 他会跟你说 对 他会说 包括歌词 要什么内容 曲风 要什么风格的 那么通过他的讲述 把他的想象力 再通过我们创作 把它放大 放大 然后写出作品来 基本上就是八九不离十 石老师我听说 好多词作者 就是平常积累 写一段歌词 然后就塞抽屉里 写一段塞抽屉里 然后碰到这种 苦苦恳求 实在熬不过去 就回去翻一翻 看看哪首歌 和他这个要求差不多 两种情况 你说这个 对 就是说刚才就说到 咱们这首歌 我这个就是 写出来塞抽屉 塞抽屉好几年了 一般搞创作 我认为无非这么两种情况 一个一种是 应约而做 刻意为之 就是人家约我 我才写的 另外一种 就是偶然得知 忽然来了灵感了 然后记性 就很快就写出来了 就有感而发 刚才就是咱们这首歌 应该说就是第二首 当时我写的这个词 这时候我就觉得 有一种情绪 实际是写一种心情 从个人来说 写的是个人的心情 从大的方面 就是欧哥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我记得那天 可能当初心情 我的个人心情特别好 走在川阳街上 华东初上 景色那么美丽 我心情特别越狱 今天这么美丽 我们堵过的每一天 我们生活每一天都这么美丽 就拿这个题来写出来 慢慢的就把这个写出来 就写出来 就变成了金箫如此 今天如此美丽 来让我们听听这首 金箫